大家好,我是Dan 在昨天传出NIP成员7人中5人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后 今天又传出了NIPLINE5位成员中3位确诊的消息 今天,FNC娱乐表示 NIPLINE成员伊斯尼尔·余慧森·浙东森确诊了新冠肺炎 3人因为身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昨天实施了居家快晒检测 结果被测出阳性 所以立刻在进行了PCR检测 结果也是阳性 另外2位成员快晒是阴性 目前正在等待PCR结果 希望成员们都能早日康复 在上个月 结尾B娱乐公开了将在2022年2月出道的新人女团成员 QGIN纪念机舞的影片 然后在9月3号公开了第4位成员 Sorun的Burumdar Cover影片 影片公开后 因为在Sorun的脸上能看到TWICE成员子余加上Sana的样子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好像是把Sana子余的脸加起来了一样 好漂亮 Sana加子余加新材感超美超美 她的脸不做艺人才会觉得奇怪 身材也好脸也漂亮 哇真的好漂亮 到底是从哪里带来这么漂亮的孩子们呢 好神奇 以前的照片也很厉害 超漂亮 然后也有网友找出 Sorun在2020年也通过了SNYG Fanta就有娱乐的试镜 JYP新人女团成员Soru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一位欧美网友在韩国海军Cover的 OMG烦鸡影片底下留言 谈黑色电子漆的男生很帅 会有多帅呢 帅是当然的 因为是 真的很清凉 长得帅是万国共同语 哇 普光真的很闪亮 我们普光也出现在台湾新闻了 好的 影片快要结束了 再下支影片cio說 等你的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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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我会等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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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等下一次